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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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最坚定的推动者 不过失之东鱼 收之丧鱼 日美贸易分歧或许难解 但在应对朝鲜和战略合作上 却相当热络 在6号的共同记者会上 特朗普就重申 美日将通过更紧密的同盟关系 来应对朝鲜的威胁 为此安倍不惜慷慨解难 承诺今后向美国进口更多F-35战机 和更多的导弹拦截系统 而前一天还没见到安倍的面 特朗普就在横田美军基地高呼 在去年下半年 安倍就曾以自由而开放的 印度洋太平洋战略为名 提出了新的外交战略 为此还多次与印度总理莫迪会谈 而特朗普政府目前力推的印太战略 也与安倍的版本如出一辙 有分析称 特朗普政府事实上全盘接受了日本的建议 在联合澳大利亚以及印度等国 来遏制中国方面 美日两国或许已经找到了 新的战略合作途径 取今还是不到 特朗普日本新疆如何为其亚太策略定调 阐媒还是赌博 安倍超规格节的特朗普 能否换回美日同盟更进一步 拱火还是解套 美日能否为解决朝核危机 找到正确出入 谈钱伤感情 谈感情伤钱 在日本的特朗普可以说 一改往日作风 说了很多好听的话 说了很多客套话 但是日本媒体 日本舆论 日本民众如何来看待特朗普的到逃呢 我们立刻连线 在东京的记者李淼 李淼你好 关于这个特朗普 首次访问日本 日本的舆论有什么样的解读 好的客夫 这次呢 特朗普亚洲行第一站 选择了日本 日本的战略目的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对外展示一个牢固 并且非常亲密的日美同盟关系 那么我们看到 在这次安排特朗普的访日 日程当中的安倍 其实是想尽了心思 比方说开展高尔夫球外交 亲自迎接去餐厅 三天之内 两个人一起吃了四顿饭 并且呢照顾特朗普爱吃肉的习惯 昨天呢中午吃了美国牛肉汉堡 晚上呢就是铁板烧牛肉 今天呢两个人还一起喂鱼 所以两个人都很看起来表情轻松 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呢 就是日美首脑 从未这样亲密无见过 那么对于日美来说呢 其实朝鲜是这次最重要的议题 但是呢我们看到在两国的首脑会谈之后的 记者会上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政策 特朗普没有提到军事行动 日本呢表示会加强对朝鲜的单边制裁 另外日美这次提出了一个引人关注的战略 就是印度太平洋战略 我们了解到日美要在APIC这些国际会议上呢 发挥主导作用 构筑东亚的海洋秩序 那么就有分析说是针对中国 但是呢今天安倍和特朗普会谈当中呢 其实双方又提到 包括中国在内愿意加入的国家 他们全部都欢迎 这是日本首相官女人士透露的 另外有关中国的内容 我们看到安倍对特朗普说呢 日本希望能够从大局的角度改善中日关系 所以呢估计特朗普在访华的时候呢 也会在朝鲜问题上敦促中国 进一步对朝鲜施压 当然了日美方面也是有不和谐的音符 那就是特朗普多次提到的 对日本的贸易巨额赤字 但是呢我们看到在首脑会谈上 特朗普并没有提到出 要启动日美FTA谈判 另外对于安倍说会增加 从美国进口武器 日本国内马上就有在野党批评说 不应该做出这样的承诺 对于印度太平洋战略呢 也有在野党说 不知道这个理念最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好 谢谢李淼带来东京的第一手的消息 我们知道刚才特朗普也说了 现在的日美关系处在历史最好的时期 就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 有请在东京的朱教授 您如何来看待特朗普的这一番的评价 现在的美日关系和以前相比 有没有发生变化 我觉得现在双方需要在表面上 表示这种和谐 这种两国关系的亲密 因为对安倍来说 这次是拉近跟美国的关系 对国际 尤其对国内 显示他跟美国关系好 对他的国内的支持有所增加 这个是安倍的一些考虑 对特朗普来说 国内面临各种问题 他出防亚洲第一站非要成功 所以应该说 我觉得更多的是表面的文章 这个还是做得不错 包括日本在各种细节方面的这种准备 不过在实质问题上 坦率的说更多的是特朗普 在给日本说了好话以后 在利用日本 希望日本在经济上做出让步 同时显示跟日本的这种关系 下一步放中国才是重头 在中国人交流当中 跟日本的关系 可能对特朗普来说 也是需要作为一种筹码 谢谢 您刚才提到了 特朗普这次来日本 是希望和日本在经贸上 达成一些方案和协议 那么有请在北京的刘教授 特朗普也强调了 现在日美的贸易逆差是不能接受的 那么现在日美的贸易逆差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目前看的话 日美逆差应该说是 美国方面是700亿左右的赤字 那表面上看 这个数字应该说是 并不算很高 那跟当年日美之间的这种 贸易不平衡相比较 看的话 当初日本是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 那美国是世界最大的贸易赤字国 比如说84年的时候 那同时到86年的时候 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日本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 这样的两个逆转 实际上对当年的贸易不平衡的问题 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暴露 那当然现在看的话 从目前这样的一个数字上看的话 日美之间的这种不平衡 没有当年那么大 但是如果考虑到间接的这种贸易关系的话 比如说经过中国的对美国的出口 经过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 特别是在墨西哥的投资中 那发生在日本公司的 比如说对美国的出口 可能占整个墨西哥对美国出口的30%左右 那从这个角度上看的话 综合起来看 当前的日美之间的这种贸易关系 对美国来讲 应该说可能影响比较大一些 所以从美国方面看的话 希望日本能够有效的解决 日美之间的这种贸易不平衡问题 那从另一个角度上去看来 那发达国家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 可能要跟发展中国家这种竞争关系相比的话 可能竞争的方面更加激烈一些 比如说对美国的核心制造业的这样的影响 或者是打击 那这一点上看的话 可能跟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这种贸易不平衡 可能有所不同 所以美日之间的这种贸易不平衡的问题 它的激烈程度可能要比跟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不平衡的问题的这种激烈程度相比 像看的话可能这面更强一些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的话 那需要解决这样的问题 可能就要找到更好的办法 比方说发挥更好的智慧 找到新的途径 而不是传统的 比如说要求日元升值 或者是汇率波动 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调解所谓的不平衡 好的 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TPP 是美日金贸关系不能避免的一个话题 自从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火焰关系协议 也就是TPP以来 日本可以说是心灰意冷 但是日本并没有死心 剩余的是一个TPP国家 还在谋求一个共同的一种合作的模式 您如何看待这个所谓的后TPP时代的这样一种合作的模式呢 TPP的问题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更全面的去看一下 那TPP在过去的四年 对安倍来讲应该说是外交极大成 他可以说把所有的外交的精力和注意力 应该都投入到了TPP在里面 但是而且呢 从去年这个角度上看的话 他率先在国会上通过了TPP 那在主要的国家中应该说是比较早的 而且呢 在通过TPP 为了通过TPP这个法案的过程中 实际上把巴黎协定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案 应该说没有时间来得及去审议 这样看的话 他的投入是比较大的 但是不幸的是 特朗普一上台就把他扔在地上了 可以说安倍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了这个篮子里 这个篮子恰恰被特朗普摔在地上 那从这一点上看的话 应该说是安倍外交的失败 那或者是说安倍外交的破产 从这一点上看 他需要找到一个好的办法补救他 那现在看的话 TPP11这样的一个篮子呢 应该说对日本挽回这样的损失 是一个有利的篮子 但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日本期待TPP11的成功能够牵制美国 或者是又到美国重新回到TPP这样的一个框架中来 那如果美国能够回来的话 同时吸引更多的国家都加入到TPP 特别像中国这样的大的市场国家 也能加入到TPP里面 那么可以说日本应该说是这一次反败为胜的一个选择 那现在看的话 他积极努力创造这样的条件 也是赢得美国回来的一个做法 但您觉得这样的可能性大不大 现在看的话 因为他提出来的一个问题 就是TPP11如果成功的话 比如说日本降低了标准 不是按照美国的那样强行的要求 比方像越南 马来西亚 国有企业改革 资产权保护等等 这些比较高的标准的话 那这些贸易立国的或者是以出口为主导的这样的国家 积极能够响应日本的要求 那达成TPP的总体框架的话 那这样的一个TPP11这个篮子 应该说对美国经济来讲是个负值 也就是说它可能会损失 那如果美国不接受这样的损失的话 那么它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进入 另一个就是想其他的办法 破坏掉TPP11 目前看的话 破坏的一个这种选择 可能是不会很明智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好的 谢谢刘教授 刚才您也提到 这个美国退出TPP是日本外交政策的一个失败 有请在东京的朱教授 我们知道TPP在对于日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安倍经历了这一次外交失败之后 是不是在国内也遭遇一些反弹 那个TPP日本是外交上可以说压保全部压在上面 而特朗普就任总统的第一天 1月20号就宣布了退出这个TPP 这个对日本外交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这也是这次特朗普访日 日本精心的接待 希望能够让特朗普对日本重视 能够在TPP方面能够回心转意的 它的这个努力之一 不过我来看这个TPP时间越拖越长 各个国家它的各种反应都会出来 包括最近新西兰新的这个总理换了 对于TPP就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这个意义上说夜长梦多 老实说日本以为把TPP这11能够先搞好 能够使美国回来的 这个可能性我看还是不大 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就是安倍把这个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尽管经历了TPP的失败 但是他似乎没有改变这个清美国和这个美日同盟捆绑的这么一种做法 您觉得他是不是没有选择 对这个日本呢在中国聚起以后 这个100年来自以为是亚洲老大的这种心理 受到了一种正面的全面的这个挑战 对日本来说现在的外交就是怎么不让中国在这个亚洲呢 做老大占上风 这个看见中国呢在各个地方发挥积极作用呢 他有点不高兴 所以呢这个可以说他的这个外交呢 各个方面呢都有一些想要牵制中国 这一点毫无疑问 不过我们要注意到随着中国的现在的国力 GDP已经是日本的2.5倍 日本呢最近又归纳总结出一个对华的一个战略 总的来说要牵制中国 不让中国当头 不过日本自己不要过分的主动的单独的去挑战中国 尽量要拉着别的国家去对付中国 那么TPP11 12这是他的战略之一 那么包括这次的所谓的这个印太 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呢 这也是拉着美国走在前面 一块日本在后面推牵制中国的这个想法之一 日本的想法不变 不过呢现在跟以前不同 他单独的挑战中国正面的在前面 拉着别的国家挑战中国 这个可能性呢 这个现在在减弱了 好的谢谢朱教授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再来讨论一下 这一次特朗普和安倍晋三在东京讨论了朝鲜问题 他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共识调见 欢迎回到凤凰全球连线 特朗普首访日本这一次安倍晋三和特朗普都提到了一个名词 那就是印度太平洋战略 下面有请在东京的朱教授 这个印度太平洋战略和以前奥巴马时代的亚太再平衡相比的话 在地理上在广部上都有提升 如何来看待这个战略它背后的意图 美国希望日本在这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这个印度太平洋战略呢 首先呢是应该说发源于安倍日本 安倍呢以前提出过一个安保的钻石战略 也就是说呢正好一个四边形 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印度 那么当时呢很明确的 就是为了牵制包围中国 但是这个没有成功 不过日本呢在亚太要把别的国家拉在一块来牵制中国 这个想法不变 但是现在呢日本单独的挑战中国呢 又涉及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个现在呢他宁可呢把美国推在前面 所以这一次趁着特朗普访问日本 这个让美国说出了那个印度太平洋战略 那么日本加以配合 我们对今后呢量着该怎么走呢 这个应该说呢要进行观察 比如说日本可能会做一些 把这个印度太平洋战略 既然特朗普提出了怎么形成一个机制啊 怎么形成一种四国的对话 对这些呢我们要进行更多的观察 不过总的来说我觉得特朗普呢还是美国第一 这一次的访日对日本说了一些好话 包括日本要他说的印太战略呢他也说了 总的来说还是希望在经济上 日本做出一些让步 那么对中国呢他也是更重两国之间 在中国的更中国实际交易 希望在中日中美的经济贸易摩擦方面呢 中国多做一些让步 这个意义上说呢日本在背后推 这个总的战略呢跟以前一样 但是美国奥巴马的时期是有一个在亚太 构筑一个对华包围圈的 至少是遏制中国发展的这些想法 这个奥巴马这个特朗普呢 应该说至少现在还没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战略 日本想把它往前推 不过中美关系的这个高层次的各个领域的发展呢 我想这个这样一个印巴的印太的这个战略 美国跟日本完全站在一起这个可能性不大 美国更多的是利用日本来牵制中国 但自己呢尽量从日本从中国两方得到好处 嗯这个印太这个概念听起来还是有些玄化 我们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朝鲜半岛的核问题 也是这一次特朗普亚太之行的重要的焦点之一 那么这一次在日本 您认为安倍晋三和他日本和美国之间 在朝鲜问题上有什么样的分歧 有什么样的共识 安倍呢在最近几次和特朗普的电话通话当中呢 这个多次的就是表示了一种强硬 对北朝鲜呢不能讲什么软弱 不能讲什么谈判 现在必须要对北朝鲜做 对朝鲜做进一步的制裁 那么但是实际上呢 美国呢既是要利用日本的这种强势 包括自己在亚太这次部署了三艘航母的舰队 对北朝鲜私下压力 那么也利用中国对朝鲜的影响 来迫使朝鲜呢 在废核问题上回到这个谈判座上来 应该说呢美国呢 暂时还是没有真正下决心 要采取军事行动 而日本呢更多的希望 美国在这个对朝鲜问题上更激烈一些 那么日本跟美国配合呢 使得日本的这个军事力量能够更多的走出去 包括在这次美国对朝鲜的这个牵制方面 美军的这个轰炸机战斗机进入东海黄海的时候 好多就进行了跟日本自卫空中航空自卫队和韩国军队的这种配合 这一点上说对日本是有利的 这个意义上说呢 日本更希望把这个事情闹得更大一点 希望美国呢对北朝鲜私下更多的压力 但是呢美国呢 它实际上呢还是想利用日本 不过自己呢还是没有想好 现在马上要对朝鲜进行一些军事行动 是的 总的来说各取所需 好的谢谢东京的李淼 谢谢朱教授 谢谢北京的刘教授 感谢您收看 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 我是李克夫 晚安 到时候 aos 看 来 来 来